今天的新闻重点就是日月光受到了偷牌废水的影响 商与重挫 股价大跌 而今天日月光董事长张前生是亲自召开了记者会 采取了低姿态 表示没有台湾就没有日月光 除了向外界道歉还说 如果有人违法偷牌 他不会护短 而且还要从明年起这一年捐一亿 一连三十年作为环保用途 神情严肃 日月光董事长张前生16号终于亲上火线 对于排放废水事件造成社会的纷扰与不安举功道歉 我们愿意为这次事件造成社会的纷扰与不安 致上最深的歉意 除了道歉张前生也强调高雄厂区被发现排放废水是单一事件 绝非蓄意 更没有私涉案管 为劝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会对所有厂区进行总体检 我以全力要求公司进行环保总体检 倘若确认本公司人员有失职或违法之处 绝不会护短 张前生表示 明年正好是日月光三十周年 从明年起每年至少捐出一亿元 持续三十年 总金额至少三十亿元 用于环保相关工作 我们并不是认为我们是做错了事情 基于三十周年的这个事情 那我们觉得国人现在对环保的意志这样高 所以我们愿意来赞助这事情 我不是觉得是说我要拿这个事件 我们要规避而来捐这三十亿 自从偷牌强酸废水事件爆发以来 日月光股价直直落 市值一下子蒸发超过三百亿元 主要是市场担心如果日月光被勒令停工 很可能影响原油产能以及业绩 但张前生表示 目前营运状况一切正常 也从来没有出走的打算 至于高雄K机场是否关场要等到21号才有定论 雨点TV陈旭文罗振辉台北报导